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,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四年内举办了近170厂的护眼宣导活动, 航角的过程发现社区里有许多民众对视力损伤的忽视,甚至拒绝就医,于是发起社区。 爱关怀的计划,今日要中山一大副一演艺诊团队前往杀戮社区帮53名长辈检查眼睛, 也丁宁部分有白内障的阿摩要尽快就医。 爱之光在台中地区设有许多护眼关怀站,而杀戮社区发展协会是台中海县唯一的社区护眼据点。 杀戮社区理事长蔡锦差积极投入。 社区 爱关怀的护眼行动,成为了护眼模范社区, 从去年11月开始邀请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巡回议诊, 今日议诊活动台湾欧书丹总经理赵小平带领了工作团队, 与爱之光一起投入眼睛议诊的志工服务, 颁赠护眼模范社区感谢壮、爱留杀戮, 爱之光秘书长颜平芳表示, 深入社区接触到许多长辈, 在推动护眼工作中, 团队及志工不断地关怀及努力, 有些长辈从拒绝面对到接受, 愿意治疗到自发性主动爱护眼睛, 避免了失明的恐慌, 希望有更多的社区愿意一起投入社区护眼的行列。 昨天早期中,